所以RN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神经网络 其实也不是很难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输入就把他勇敢的输进去就对了 就是把前面的 hidden state 记得要传回来给他 其实也不是我们记得 就是电脑要记得传回来给他 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用很简单的简洁的方法去表示RN的话是这样 就是未来 未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地方在表示一个神经网络的时候的一个神经元的时候都这样表示 就是他的输入会这个XT会写成一个向量的形式 就是XT真正的是右边的那个向量的样子 然后输进去的以后呢 然后会有个BIOS要加进来 就加全核之后他会要做加全核 虽然我们这边没有画那个权重出来 但他需要做加全核 就是所有的神经网络反正他输入的时候就要做加全核 然后再加上BIOS 然后再经过一个activation方法你送出去 好就这样子 这个听到学习末大家就会觉得很烦了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说这一样的话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做加全核 这个写开来是这样的 写开来就看起来有点可怕 加全核 然后再加上BIOS 然后经过一个activation方法你送出去 好就这样 那如果有H的话 像我们这边RN是有H 就是有heathen state 那有H的时候其实状况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他送进去 然后就有加全核 然后加上BIOS 经过也得非常好送出去 然后随便两边一起来的话 就是这两边都送出去 然后送进去的资料 不管是原来的输入X 还是那个heathen state输进来的向量H 每一个相连的地方都有一个权重 那个就是我们要神经网要去学习的权重 然后经过加全核 然后加上BIOS送出去 就这样 就这样子 就这样 那一个神经元再一次 他的输入可能很多个数字 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向量没关系 但输出一定只是一个数字 就输出来的数字一定只有一个 每一个神经元都是这样 然后但是他会连到很多个神经元 所以他就会把这些资讯传递出去 就是这样 那再一次 这个是我们前面画的那个可爱版的 现在是那个看起来比较震惊版 就是听起来怪怪的 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个RN的架构就是这样 再一次他就只是说输入的时候 比方说在这个我们这张图里面 输入有三个神经元 就三个输入 那到这个隐藏层就是我们的RN层呢 有两个神经元 所以呢 一个RN层的里面的任何一个神经元 他真的接到了除了那个三个输入以外 还有hidden state hidden state每一次会接两个hidden state进来 所以他真正其实会接受到五个输入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RN的神经网路的样子 那计算方法跟以前一模一样 所以真的没有什么特别 还是计算方法跟以前一模一样 好就是这样 那那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大家 那个矩阵的写法 就是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h的矩阵要做transpose 然后x的矩阵也要做transpose 然后乘上乘上那个我们的输入 然后再加上BIOS 就这样 所以这个简单的说 那个他的公式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RN会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我们再用那个 再用那个白板秀给大家看缺点是什么 好我们现在准备要看 就是RN有一个很明显的很麻烦的缺点 这要帮我注视一下他文字有没有出来 还没有还没话 然后RN的缺点是这样 这RN呢 因为应该有对不对 RN因为呢 他很自然而然呢 就会变成一个很深很深 很深很深 很深很深很深 很深的神经网路 因为他要 他要记得前面的事情嘛 再传进来然后再传下去 传这样传这样传这样传下去 他就会变成很深的神经网路 很深的神经网路训练的时候都 很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比方说好这边我们输出了 这边又输出了 然后假设 记得他们这一个 1号 2号 3号 4号 只是时间点不一样 他其实是一样的神经网路 也就是说呢 这边有一个W1要调的 W1好了 我们就写成W1 这边也有一个W1要调的 这边也有一个W1要调的 这其实是同一个W1 就在我们的神经网路架构是同一个 我们只是重复的利用使用它 所以这个如果写清楚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时间点的W1 这个是时间2的W1 这时间3的W1 这时间4的W1 就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训练这个神经网路 其实跟以前一样 就是呢 我们会 我们会把那个可爱的这个Loss Function 就是算出来的误差 然后看一下那个 所以我们会从后面算过来 所以会先对W1 这个其实简化版 W1是第四期的W1 去做调整 就是这样子 就知道在这个时候 W1应该怎么调整 就这样 这第一次 然后呢 但是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就是我们可能会再继续往前做 其实中间还有一些过程 我们把它简化了 所以那个 就继续往前做 然后所以呢 就是W4这边呢 我们还会对 会对这个3号的W1做调整 然后再继续往前做 然后就是等等 好 W2 对2 就这样 好 所以就这样子调下去 然后呢 其实可能更深 这个只是我们简化的 而且其实中间还有经过好几个 还有经过几个步骤 其实我们是把它省略掉 但是呢 从这边就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它可能更深 很深很深的神经网路 那会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我这边可能说 调整要调0.7 要调整的数字要调0.7 尤其是快要学到的时候 然后这边可能要提到0.3 这边可能调0.2 这边可能调0.5 好随便 好就这样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种 这种 这种数字 乘一乘 还没有调到前面的时候 就是0了 可以理解 因为这都很小的数字 然后乘一乘 乘一乘 电脑其实不会记无限小的数字 它就会 它就会在某一个点 它就把它卡成0了 卡成0的意思是什么 前面没有办法训练 就是你说 你好像理论上 你做了一个很深的神经网路 然后其实你前面 基本上没有调到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Gradient Manage的问题 Manage Gradient的问题 就是说 T度消失 也就是说我们在 算这Gradient的时候 就是算这个偏微分的时候呢 还没有乘到前面就0了 就这样 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就是说 让RN变成一个很难训练的神经网路 这个是刚刚开始RN出现的时候 发生的一个惨剧 所以呢 RNN呢 后来呢 大家就要想说 那我RN要怎么调整 好这个我等会我顺便要说 跟大家说一下 这等一下看到的理论 可能有点理论 不是 其实也没有 保证等下听到的 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最浅显的解释方式 但是大家如果还是有点昏头脏脑的话 就不用害怕 反正就记得 就记得我们在实物上使用的时候 你只要下一个指令 我要的就是LSTM 或是我就要的就是GRU 然后其实就可以了 就结束了 就这样子 在实物上没有什么困扰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理论稍微的解释 解释给大家听一下下 就是LSTM GRU呢 就是救了RNN的两个很重要的model 我们现在开始解释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非常王牌的LSTM 就是它是RN的非常王牌的救援 我们来看它的设计的概念是什么 它的设计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今天呢 它跟其他的RNN的神经元不一样地方 标准的RN神经元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 跟标准的神经网络神经元一模一样 就是有很多个输入了之后 我就做加权核加上BIOS 经过铁杯取放送出去 就这样 跟以前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个LSTM的 它现在都不好意思叫Neuron 它就叫Cell Cell听起来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它就叫做一个RN的Cell 我们中文还是翻成RN的神经元 就是一个RN的神经元呢 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呢 除了输入还是一样 就是XT、HT、-1 这些这个标准的输入 跟HiddenState的输入之外呢 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叫做SellState 对SellState 我们本来只有HiddenState要传出去 但是在LSTM多了一个State 叫做SellState 然后这个SellState呢 不像HiddenState HiddenState是会跟大家共享的 跟他自己的 自己同一个住宅区的 那个好邻居们 就共享这个HiddenState 就都会传给自己 也会传给其他的他的邻居们 然后当然SellState 只留在自己的神经元里面 就是这样 这个概念就是这样 SellState是他自己的状态 所以他只留在 他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 那HiddenState会传出去就这样 那SellState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值 他会决定HiddenState应该要是多大 好就这样 所以有这种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看他怎么做 那他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 他都是用一个叫做Gate 就是控制法 控制法去控制 去控制那个整个的流量 那控制法控制流量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说他其实在数学上 只是一个0到1中间的一个数字 就是控制法 0的话就全关 1的话就全开 就是这样 那0.7就开7分 就这样 就是开那个水门的炸门一样 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Gate的概念 就是控制法 好 那我们只是要用一个神经网路 其实是一个神经元去学控制法 然后看我们想要有几个控制法 就是这样 概念就是这样 到GRU也是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就学一个控制法 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熟悉了就知道了 我们反正现在做神经网路 所有东西都是用神经元去做 我们就是设计好一个 就是做一个神经元 他的输入呢 就是XT 就是真的RN的输入 还有HT-1 就是真的RN的输入 就是T时间点的Hidden state 对不起 T-1就上一次的Hidden state 还有那个这一次的输入就是XT 输进去了以后呢 经过加全核 然后加上BIOS 经过activation function送出去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如果我们是选择Sigmoid的话 它输出的指定是0到1中间的一个数字 所以它自然就会学到一个控制法的大小 应该是多少 所以就是用这个神经元去控制控制法的大小 那LSTM一定一共做了一个LSTM的神经元 就是一个LSTM cell里面 它就有三个Gate 三个控制法 那记得 那只是三个0到1中间的数字 它是学出来的 就这样 重点就是它学了三个0到1中间的数字 只是等一下我们要写出来 要写的一定要让大家看不懂 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在做很伟大的事情 就像这样 它三个的作用 中文字体 errors